我们来看下一家公司 恒瑞医药 我们可以看到恒瑞医药最近一年的ROE为17.34% 小于20% 这是最近三个季度的数值 我们看它前一年的数值 前一年的数值为23.24% 大于20% 这条达标 我们可以计算出恒瑞医药连续五年的平均净利润 现金含量为103% 大于100% 这条达标 我们可以看到恒瑞医药连续五年的毛利率 全部大于80% 这条达标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两个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恒瑞医药的资产负债率 连续五年低于60% 这条达标 我们可以看到恒瑞医药连续五年的派息比率 低于25% 这条不达标淘汰 恒瑞医药那么赚钱 却不怎么分红 这是典型的有能力 不厚道的表现 所以我们把恒瑞医药淘汰掉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 像这种有能力 但不厚道的公司 股价的涨幅 可能也很大 只从股票的涨幅上来看 很可能一点也不比 有能力又厚道的公司差 但是从财务自由的角度来看 每年的股息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有能力 但不厚道的公司淘汰掉 经过精湘细选 我们又淘汰了三家公司 只剩下了四家公司 这四家公司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公司 我们可以把这四家公司 加到自选股里 点击加自选即可 我们在我的自选股中 可以看到这四家公司 这样更方便我们后期观察研究 这四家公司 到这里我们已经从 3400多家公司中 选出了四家公司 我们的选股工作 似乎已经接近了尾声 但是这四家公司 目前还只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而不是我们可以投资的公司 其实到这里 我们的选股工作才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前面在海选的时候 我们做过一个假设 那就是假设所有公司的财务数据 都是真实的 那么如果这四家公司中 有公司造假了 怎么办呢 虽然经过精湘细选之后 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 我们万一投资了造假的公司 风险就比较大了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下面还要做另一个假设 那就是假设这四家公司 都有造假 我们先假设这四家公司 都造假了 然后去仔细研究 这四家公司多期的财报 有造假嫌疑的公司 我们淘汰掉 这里再强调一下 我们不需要去证明 某个公司造假了 只要有嫌疑 我们就把这家公司淘汰掉 没有造假嫌疑的公司 我们保留下来 被保留下来的公司 就是我们的投资目标 在未来出现好价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投资 当然如果好价格 是在几年后出现 我们还需要判断几年后 选出的目标公司 还是不是好公司 如果现在的好公司 在未来变坏了 我们依然要淘汰掉 至于如何通过财务报表 识别公司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 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投资的目标公司 被确定好以后 我们就要等待好价格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